车混以外继续来看到的是嘉义县水上乡发生了追撞车祸 一名灵性男子驾驶试乘车 不明原因向右切入机车道 造成了后方的机车撞上 索性只有车损没有人员受伤 另外是在新北市卢州区 发生了一起因为捡手机而造成的事故 大批警销道场拿着破坏工具情况相当危急 就是因为驾驶还受捆车内 这车你开的吗 钥匙这个又要死吗 意外发生在19号上午11点39分 当时小客车驾驶沿着新北市五谷区 陈泰路一段98项 往中心路三段方向行驶 因为捡手机而和对象小货车发生碰撞 导致小货车驾驶受困车内 事故造成小客车5人 小货车1人共6人受伤 结尾肢体擦伤疼痛意识清醒 被分别送往布立台北医院和板桥亚东医院治疗 而还有另一起车祸发生在嘉义县水上香 直接黑色轿车从最内侧车道打了灯号后 就连切两个车道到最右边机车道还停了下来 让后方机车闪避不急直接撞上 事故发生在嘉义县水上香下辽村中山路三段附近 当时灵性男子驾驶试乘车沿台一线南向北行驶 不明原因向右切入机车道造成后方机车嘴撞 两兆双方发生车损无人受伤 双方无云九十情势 警方表示现场无人受伤 至于肇事责任还有待厘清 记得新北嘉义综合报导